兰花长花芽了 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遇到小害虫 因为土里面的小害虫 它不单肯食兰花的根系 还会糟蹋我们的花芽 导致这个花提前凋谢 所以说呢 我们不管养什么花 一定要提前预防害虫 不要等到这个花被害虫糟蹋了 我们再做处理 那么在家里面养花防虫的话 方法非常简单 只需要用上这个花花小白药就可以了 这个花花小白药的话呢 直接撒到土里面 给它浇点水 然后它就会溶解在土里面 不管是土里面的虫卵 幼虫 或者是一些小爬虫 小蚂蚁小蚤蚣 都会消失的干干净净 浇水之后 它又会吸收到这个枝叶上面 叶片上的牙虫 继马 小黑肺等等 它都会消失的无影无踪 那么它使用起来呢 方便又简单 而且呢 没有刺鼻的味道 是一股淡淡的蓝香型 关键这个花花小白药 它是通用的 家里面的所有花卉栗子 都可以用 用它来防虫 每三个月用一次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下期见